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养护发财树的一些方法 因为我这个发财树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凌乱的一些状态 而且长的新芽也比较多 但是还是比较瘦小的 如果说有花有的发财树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那么有一个动作我们必须就是少不了的了 那么就是给它修剪 我们修剪的话 一定要选一些比较弱小的新芽将它修剪掉 因为这些新芽长出来也不好看 也非常的浪费营养 影响到一些健康的枝条 有一些如果说出现黄叶多的话 我们也把它修剪掉 因为这些会影响到后期的养护 像这些我们也将它修剪掉 如果说大家在意它这个株形不好看的话 我们也把这些过长的给它剪掉 因为过长的这些它会比较乱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修剪掉 因为发财树它进入了冬季 生长得也非常的缓慢 这个时候给它修剪也是非常适合的 像这一根它生长得比较差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修剪掉 不要它了 就舍得修剪 像这一根它长得比较瘦弱的 那么我们也把它修剪掉 把它修剪好了 等春来的时候 它长了一些新芽 就会更加粗壮 更加的健康 长得也非常的翠绿 那么我们把它修剪完了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来养护 发财树是不耐动的 如果气温低于5度以下的话 它就非常容易把这个发财树冻坏 感谢观看